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周先生 三十一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孙女士 三十三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算是有故事的人 是吧 是 你算是有经历的人 离异了 多久 五年了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 八岁 哦 八岁 孩子是跟你还是跟父亲 跟爸爸 跟爸爸 好 你现在自己一个人 对 是的 这是你女朋友 对吧 对 你是没结过婚的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这个很爱她是吗 对 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认识多久了 我们是在一三年的时候 年底 三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 同一个公司 不同的部门 但是在工作上 相互有来往 就这样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 我们是更多的是在工作上接触的 更多一些 什么时候从工作伙伴变成了情侣 他追了我两年 现在是交往的一年时间 哦 追了两年啊 是 哎呀 不好追 对对对 怎么了 就是 相处的第一年 有时候总发生一些矛盾 他工作总是很忙 然后觉得就是 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他总必会跟我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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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这些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 我是一个过来人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也挺纠结 也挺矛盾的 他呢就从来都没有搞过对象 第一次 初恋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考虑的多嘛 所以我就觉得一直在拒绝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内心曾经受过伤 很受伤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想让我的下一段感情 甚至下一段婚姻再有任何的闪失 就是你对这一段感情看得比较重 说白了 是吧 是这意思吧 是 男生其实也看得挺重的对吧 因为毕竟是初恋 对不对 爸爸妈妈知道你们在交往吗 知道 反对吧 反对 你看 中国的父母愿意管这事 可愿意管了 刚开始就是我决定跟他 常试着交往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我们的事情 告诉他了父母 他父母这件事就强烈的反对 他父母也告诉过他 如果再跟我交往 可能会断绝母子关系 对 但是他还是坚持了是吧 对 他一直是坚持的 那你们俩这不就算为了追求真爱在一起吗 那怎么了 在交往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 总是动不动就会拿分手 刚开始 最初的时候我也说过 我的条件在这 我比他大 离过婚 有孩子 他都知道 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会生活很累 他追你的时候 说他在不在乎这些 我告诉过他 他都知道 他说不在乎 不在乎 他是嘴上说说不在乎 可是说不在乎 事情不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次 我的电脑坏了 我就拿过去让他帮我修 结果修好了 他送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 我电脑里的照片 竟然被他私自地给我删掉了 是什么照片呢 他说的是那些个 就是他和他前夫 照的一些照片 而且是我看的 照片上有这期 全是近期的 肯定是他回家之后照的 这些情况他是都知道的 孩子在他爸爸那 我每次回去看孩子的时候 拍个合照 没有什么 至少这是对孩子的一份交代 我觉得这些照片 在里面不代表什么 是你删的吗 是我删的 你就直接告诉老师们 为什么删吗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我觉得你要尊重我 而且就是你过去的事情 应该是要忘掉的 就是应该删掉的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我认为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那是我的过去 如果你真正的把我当成 你的女朋友来看待 你不会不尊重我 这最起码我们之间的信任都没有 所以说我觉得特别的难过 这件事其实让你挺伤心的 对 你认为蓝生嘴里面说了一套 实际做是另外一套 对不对 然后跟他父母的这个互动过程 看来也不那么好 你家人见过他没有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本来他母亲是来了北京的 本来我是准备 谁来了北京 他的母亲来北京看病 我肯定要很热心的 然后去准备嘛 然后我联系了医院的朋友 然后又找朋友借了车 准备了看完病 然后在北京转一转 这不是很好吗 就是作为一个男朋友 应该做的事情嘛 但是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跟他提的时候 他却躲躲又闪的 就是总是避讳着 那为什么我不让你去见 他把我的照片删了 也就罢了 就在刚刚上个月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们俩在同一个公司 当然我的很多同事 他也都认识 也都熟悉 后期呢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就跟我不在一个公司 那竟然在我的身边 放了个眼线 你知道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吗 竟然从老同事的口中 打听到我公司旁边的 另一个主管 对我有好感 就这样跟我大发脾气 还要查我的手机 查我的微信 我觉得这一点 让我觉得我特别不能容忍 你还是我的男朋友吗 如果你真的体谅我 你不会去不尊重我的 你懂吗 哦 这是你干的 不是 是你干的吗 怎么有眼相 之前都在一个公司 都认识的 如果没有事情 为什么有同事会说 我已经明确把我的立场 和我的态度 跟我们旁部门的主管 已经明确地表达 我觉得别人喜欢我追我 那是他的问题 我已经跟他明确表明了 那你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担心 我看你的微信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看到微信没有什么吗 我们在谈谈 有什么特别隐秘的事情吗 你觉得都应该 互相敞开的 对不对 对啊 不仅仅是这样 他竟然查到电话号码 在电话里 把人家数落了一顿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有站在我的立场想过吗 我如何以后面对我的公司 和那些同事呢 你有讲过吗 那你怎么不问我 我打了电话 他说的什么呀 他说什么呀 我好奇 不是 我打了电话 我问他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 就是在谈恋爱 在交往 他说知道 我说那你还在追他 他说你追你的 我追我的 我觉得 有情敌来了 也有道理 所以我就把他给骂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有明确跟那个说明白吗 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 我已经有男朋友 我们之间不合适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相处一年 你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真的很让我很难过 所以女生是用一个事实 来回答了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不让你见我母亲 是因为你有诸多的毛病 所以不能见 对 就因为这样 我也不想让母亲 因为我的事而操心 再稳定一下 我觉得再说也不迟啊 明白 明白了 女生是说我们在楚楚看 是吧 对 说心里话 我跟他在一起相处这一年 我内心特别的纠结 我不是说随随便便 我突然之间又接受一个人 这对于我来讲 我内心当中真的很难过 可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动不动就拿分手来跟我说 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 不再是二十几岁的小男孩 小女孩那样 他老说分手是吧 对 这个你也得理解他 初恋嘛 我说分手其实全都是气话的 他是初恋的 气话 你看这孩子没长大 一个大姐姐碰到一小弟弟 他做了很多事情 也是很让我伤心的 你说说 你看今年他过生日的时候 过生日 出去吃个电饭 然后吹个蜡烛 取个院什么的 挺好啊 我的工作性质 他不是不知道 那天真的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忙 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在一个保健品公司做销售 是一个销售的主管 我也跟他说 我们改日再补这个生日 然后我来安排 我来请你 这样都不行 追到我公司 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一点脸面都不给我 在公司里就大发脾气 我觉得他这人 就太不成熟了 你知道吗 我问几个问题 好吧 你母亲的态度很坚定 是吗 对 那你还娶她吗 想娶 什么时候娶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就急着要跟他在一起了 是吧 对 就是你们结婚之后 可能他儿子要过来住住 你行吗 无所谓的 只要他不跟他前夫 有什么来往 这儿子你不介意对吧 不介意 那你跟他结婚之后 要生小孩吗 那肯定要 什么时候要 一两年吧 一两年 你喜欢他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 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对我指导的很多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也特别好 人好 特别有 而且还有正能量 你过去真没谈过恋爱啊 没有 为什么呀 可能在这方面比较晚熟吧 而且就追我一个 就是很快就结束了 就没追到 这是你第一个追到的女生 就是追的比较长吧 行 男生这个明白 女生我问问 这个男生你是觉得他不够成熟对吗 是 你希望要的男人 或者说下一次结婚的这个对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给我描述一下 我觉得至少可以相互理解去信任 需要信任 还有呢 我更希望他跟我一样可能更加有上进心 上进心这个刚才没说过 那你觉得他现在没有上进心是吗 你是主管 那你是 我在国企做那个工程师 不是他不是说他没有上进心 是不是你的前夫跟你之间离婚的原因是因为 对方不太有生活的上进心 不是 不是你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初做销售嘛 会在外面来回跑 有的时候长的时间 一周 甚至可能更多一点点时间 所以说他不太喜欢自己的媳妇出去在外跑 就这样慢慢的我们也会发生矛盾 发生一些争执 现在孩子跟谁 跟爸爸 你为什么没有要 因为当初我是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 我要来北京 所以说孩子上学等等很多的时间 就在爸爸那里了 基本听明白了 你想娶的女生什么样 我想娶的其实就是有正能量 而且人好 说具体点 就是人比较好 然后对各方面照顾的比较周到 会照顾人 对 也可以聊得来起码两个人 你觉得他是你要的那个人吗 觉得他评论其实都挺好的 就是他工作太忙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 就是对我们这段感情一直有个避讳 可能他心里有一个门 我觉得一直没有打开 好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到丘比特文卷 男生情斗初开 懵懂未知 虽然已经三十一了 但是 所有的状态都是初恋情人会有的状态 很多初恋的人都是很作 动不动作 分手 其实他一点都不想分手 他只是觉得不讲分手 你不会痛 我就让你痛一下 让我知道我有多痛 OK 所以他虽然三十一了 但是他还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而你啊 力尽畅丧 你走过人生的路 而且你又是个主管 我觉得你看起来蛮干练的 基本上 我觉得你比他成熟很多 显然 是你要照顾他 比较多 你一定有一个儿子 很多人都说 老公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大儿子 看你有没有那种母性 也想要照顾他 可是显然 我这样听下来 你是喜欢成熟一点的男人 我可不可以冒昧请问 你的前夫也是比较幼稚吗 不是 你的前夫除了你们之间你的冲突 工作的奇异 其他你们个性呢 合吗 还好 那我问一个大胆的问题 如果你前夫愿意跟你复合 你会考虑吗 我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至少现在 OK 如果你前夫愿意跟你复合 然后还有他共同来追求你 你会怎么选择 好 不要回答好了 不然他等一下又会说分手 OK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男生啊 你觉得你真的驾驭得了他吗 我觉得生活当中 两个人能谈得来就可以了 工作是工作的事情 你知道你塞人家照片 跟看人家手机 那种都很像小女生做的 如果你要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可靠的男人 你可能还要从容大度一点 因为他真的有一个孩子 他会去看他的孩子 他们还会有合照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他看妈妈呢 你现在不想继续走这一段感情 对不对 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很多方面不是很稳定 那你到底爱上什么 我一个女人在北京在外面打拼 然后很多地方 比如说我们共同会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只要我们俩共同出席的场合的情况下 无论有多晚都是送我回家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住在五层楼 我起初不知道 后来的时候我发现 他每一次都是等我们家五层楼的那个楼门关了之后 他才离开的 好 重点来了 第一个 他的坏处在这里 但是他的好处在哪里你知道吗 情窦初开的少年有燃烧不完的热情 像我们这样历尽沧桑的人 难得碰到一个燃烧的热情 即使会唤醒我们当初对爱情的感受 动不动就分手 可是你也觉得哇 好浓哦 所以基本上你也很喜欢说 哇 他对我好有热情 他好爱我 所以你现在很两难啊 你呀 爱他的热情 又讨厌他的桌更不成熟 如果他能够改变开始尊重你 你能够跟他走下去吗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很多 我想冷静冷静考虑考虑 好吧 男生 你理解到你的问题吗 理解 你会再删他的照片吗 至少看到的时候下次尽量跟他商量一下吧 商量之后再删 劝你就别看了 我觉得之前看了一些都是那个男生比较理智 然后女生比较感性 我觉得你们这一对真的是完全相反的 然后你就说挺急着跟他结婚的 我觉得你真的不用着急 因为我觉得你还没有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因为他的精力比你多很多 还有一个孩子就是你要去承受的太多了 你的心理一定要足够的强大和稳定 我还是其实我不是特别确定他是怎么追到您的 您刚才说还是被他那种非常 是这样 我觉得是慢慢以来一些事情可能感动了我 我偶尔在朋友圈发个心情 甚至发一个我想要吃的呀或者怎么样 他都会去关注 然后第二天可能就会送到我面前 我觉得就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暖男 对是一个暖男型的一个男人 我插一句话就好 好 他感动你 你有心动吗 我觉得 你心有动吗 我心里头那个时候是有点软了 你知道吗 有人这样说感动不能当饭吃 只有心动可以走下去 对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的纯粹是暖到你了 我觉得可能不能促使你们俩 克服很多的困难去走下去 我老觉得这个女生需要对男生最开始有一点崇拜感 或者说心动的那种感觉 能够让你去克服生活中的很多困难 就像刚才你说你觉得他不够上进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这个人的这个优点和缺点 你可能需要去衡量一下 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多岁 还在刚开始第一段初恋 多半的原因是因为自卑 你以为找一个曾经有一段婚史的女人 你就找到了平衡和平等了 所以你才会放大胆子去追 会私自地删掉别人的照片 但其实这个女人远远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女人可以放弃家庭 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支撑到北京来 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事业至上的女人 你现在并不打算考虑婚姻 你只是需要在自己忙碌的销售主管的工作背后 有一个男人能够体谅你 而且这个男人不能太过于幼稚 所以他刚才说他在追你的过程当中 你只是心软了一下 却并没有心动 从内心深处你其实根本不欣赏这个男人 甚至你会有一些看不起他 比如他种种地做出的一些不尊重你的行为 那不只是因为幼稚而得不到你的欣赏 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根本不把他当个男人 你们两个人有非常极致的错位 刚才主持人问说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我大概这些事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从来都没有 而黄国伦老师问你是否会和前夫复婚 你说你不确定 你不确定 我不认为你是对于你的前夫还藕断丝连 而只是因为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 婚姻永远是次要的 事业永远是最主要的 但其实你这样的人又活得非常之累 又需要别人的抚慰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完全全身心地投入一段感情当中 所以你们两人在一起 根本不舍 你对这个男人缺乏基本的欣赏 就这样吧 算了 从这段感情负责任的角度来说 发现他有问题 就赶紧断掉 没有办法跟一个31岁开始初恋的男生说这些话 说了他不明白 那只能跟你说 因为你是主导嘛 直接跟人说明白 不要再耽误彼此的时间 你追求你的生活 让他去追求他的生活 我们一起进入到 港中正蛋糕好吃不上火的黄金60秒 我还是觉得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然后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去改 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 或者放不下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地去聊一聊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地重新开始 我觉得我们彼此也算是了解的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俩 这一年的交往当中 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 我现在的心情也很乱 我只想 我们彼此都冷静一下 静下心来 好好再想一想 好吗 倒是我们可以好好地交流一下吧 然后 就是多给彼此一些机会 多交流 好 谢谢两位 行了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 妈 你说再见 怎么了 走了 其实没想过 她会走了 31岁是吗 是 什么职业 工程师 做什么的工程师 就是取款机 哦 取钱的那个 取款机工程师 天天跟钱打交道的 对 哦 你不看这些姑娘 一听你这职业 很多人都 哦 那不是她的钱 她是提款机工程师 对啊 加油吧 找自己的幸福去啊 别再纠缠人家 听见没有 好 这就对了 加油啊 去吧 多棒的小伙子 我跟你说 兄弟 记住啊 最棒的人是那种 知道自己错了 摔倒了 还能站起来的人 不是趴在那的人 好吗 好 加油 好 回去吧 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